啊 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 啊 稍微等一下 今天是12月11号美股复返直播 啊 这个CRM的话呢 真的是啊 这个是个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CRM啊 今天的话呢 我们其实在说CRM的话呢 看点位是242 238到242 这个低位啊 是可以加的 建个仓是可以的 因为我个人觉得就是财报过后啊 在这个位置左右 它是 它是可以有hold住的 但是没有想到 它财报一出来 就是财报一出来是double bit 然后呢 但是收购方一出来呢 它直接到了一个下面 一个我们下一个点位 那就是差不多啊 那个 差不多是已经230了 230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之前 我们之前要看的就是 它什么时候能到230 230左右的时候 就可以加仓 啊 这个的话 这个这边的话 如果你们对CRM 你觉得是可以在玩的 你可以在这边加个仓 或者呢 你要想等一等的话 你也可以在差不多 下一个点位 就是217左右 啊 这个的话就是CRM的玩法 啊 它的话呢 是短暂的 它已经走破了这个从3月份到现在的一个趋势线 走破了以后呢 它这次没有完 直接回去 这是我们的预测失误 然后呢 它因为这财报已经跌下来了 然后也有可能是因为收购吧 但是我个人觉得你在这边加仓的话是风险不是特别大 除非大盘有个整个的一个大回调 不然的话呢 在这边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啊 然后对啊 任何的时候你只要哭着加仓 你非常的 就是很多时候就是 呃 你哭着然后怀疑自己长在加仓的话呢 那个时候 哎 有的时候你就可以笑着卖了 啊 就呃 然后呢 CRM的话呢 也是一种那种 就是怎么说 大的龙头嘛 就是你也不用太担心这个公司会怎么样的 然后就 呃 对啊 谢谢 哇 谢谢那个大家都已经看 已经有朋友开始打赏了 呃 谢谢Eason 和谢谢EQWL的那个打赏 呃 对 EQWL 你你告诉我一下 你你把那个你的消息发到那个 啊 接触群 然后呢 我可以帮你拉成那个 啊 Beta Plus 的那个成员 啊 然后呃 对 这就是CRM CRM的话呢 财报的话 呃 看看他们有没有 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就是说要买那个 买slack 然后是27 就是 27.7 billion啊 然后呢 呃 slack好像是没有变动太多 slack的话现在还还是还稍微跌了一点 就是说 他一开始已经其实很多已经那个把那个价格已经涨涨到差不多 他现在是25 billion就是说差不多有一个百分之百分之三到五的一个涨幅吧 但是呢 他也没有显示出来他还真的一开始跌了百分之三了三到三点七了 所以这个也就是咱们也不懂了 反正你要是看好这两个公司你就可以啊你就可以好好的吸就好了啊 然后呢我们作为散户呢就不用想着啊这个就要去time the market对吧 就是想好一些你的喜欢公司 然后他因为短期的一些消息 如果走走的不怎么好的话呢 你就玩把它收进口袋里 然后他就接下来就会涨了吗 然后谢谢老初白菜和谢谢凯文的打赏啊 今天小亏但是吸了啊 APHA很开心 嗯 我们现在谈一下为什么大麻今天是差不多是啊 就是大跌的嘛 就是之前的话呢 我也在想要不要我就是卖掉一点UVIX进入大麻 但是呢我后来就是后来决定还不要这样做了 为什么呢 因为就离开个仓是可以 但是如果我要把我的一个看空的一个仓位啊减少掉 或者是呃就是我我妈已经我已经帮我妈买进去 但是我要自己再再买进去的话 就是要减别的仓位 或者是用一些啊紧急的现金买的话呢 还是要小心一点 然后现在昨天的话呢 我就感觉就是呃会不会就是大就是庄家玩一下 我们就说今天还真的不涨了大麻不涨了 或者是明天投完票也也是就是怎么说呢 就来一个sell the news啊 这个就是就不知道了嘛 所以呃我们就在呃我就在想那个大麻的话呢 呃到底会有什么消息出来 就是会拉低整个大盘的 今天的话其实呃中 今天的话其实大麻来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高开啊 然后hexl的话呢 其实今天最大的loser是hexl hexl是从28呃涨了差不多28%吧 然后一直是跌到了啊 这个现在看起来好像是哎 是1.45跌到1.38对不对 啊但是他其实也是跌了差不多啊 3.5的 这就是非常大的一个跌幅 从百分 从那个啊应该是从差不多一一块七跌到一块四 这是多么大的一个跌幅 然后呢呃为什么是突然开始啊 这个倒是他是一下子就跳水 但是呢个别的大麻股呢 还是啊他也他们都是 但是最后有一波在就是怎么说呢 早上就开始跳水了 是因为他出了一个消息 就是呃一个就是那个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脸人叫什么来着 呃 McConnell McConnell的话就这个脸这个脸的话呢 他是说 在哪来着 啊这边呃 就是有一个消息出来啊就还没有发酵到大的新闻平台上 所以还可能在发酵 但是啊这这我们等会再说 但是啊首先这个historic congressional vote是明天啊 明天的话呢是差不多一点钟的时候啊 就是你可以去查啊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那个然后呢 然后是那个呃 Mirijuana Opportunity Reinvestment Expungent Act of 啊那个2019 MORE Act 啊谢谢John的打赏 打赏啊 然后呢这个的话呢就是他后来就有个消息出来 就说那个McConnell啊 就是那个Hell 呃Senate 是非常非常就是 就是他非常反对这个大麻的啊 谢谢习兄的打赏啊 他非常反对大麻 然后呢他是一个stunch 啊prohibitionist啊 然后呢 who has declared that marijuana would not be legalist on his watch 就是说他只要在在位子上 他就不会让这个大麻合法化 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个人觉得他会下位 就是他站在太多人的利益的那个道路上了 所以呃这个事情是不能做的 然后他他 然后就不管是呃GOP还是说民主党 他们党内都是特别特别 很多人都是希望呃大麻合法化的 所以他要是跟着这个做对的话呢 就是会不行 但是呢他给了一个什么机会呢 就是说让错过的朋友呢 又是去呃又有机会去吸了 啊对吧 又又这个大麻的话呢 我们其实呃也说过就是呃 差不多设置10%左右的一个跌幅位置 你加仓就好了啊 因为以后呢 是这样一个这样一个道路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大麻 就是因为这个Senate McConnell说了这句 这个新闻出来以后呢 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呃大麻的话就今天是都是呃 就是notable loser就是大麻嘛 然后呢呃除了个别的 个别的是美国的倒是啊 像那个CLGTI和那个Cureleaf和Truleaf 今天Truleaf还涨了 然后呃这两个的话就是这这几个都是特别好的 呃Fire的话就是这个就不算了 因为他只是他是小毛股嘛 所以他涨一毛钱他都可以就百分之百分之五的 涨两毛钱就是百分之十二的 所以这个就不算 但是大麻的一些就是呃 我们的选股呢Truleaf呢还是OK的 然后呢我们来回顾一下Truleaf的话呢 他还是现在呢还是稍微有点高位如果我们化成一个 化成一个uptrend的话 然后我个人觉得你要是想玩的话呢 你怕错过这边进是完全OK的 不然的话呢就是可能在这边就是二二十七块 二十七块六啊或者就到这个支撑位 到到这个趋势线的时候也可以去 然后或者是到这个点位 我个人是觉得他要是能到二十二块钱的话 也是可能的啊也是可能的 但是有点困难啊更多的是可能回调到二十五块多一点 然后呢回调到这边以后呢就开始啊开始那个往上走了 继续往上走 因为Truleaf的话还是大的boss啊 就是说就是说那个在美国的话他还是个地头龙头 然后哎谢谢谢谢那个啊谢谢Fragrant Diarrhea和Jerry的打赏 呃然后呢 呃跟大家说一个大麻的一个消息啊 就是说他们怎么说呢啊这个其实好像也是有一点阴谋论在里面吧 就是说呃为什么他就是合法化合法这么久 呃其实呢就是像我们对待就一个金矿啊 你要准备好做完万全准备好以后你才能开开发 然后呢你要是开了以后呢就是所有很多人会进来 然后呢会有很多competition 所以呢很多的地头龙呢他们会想要做到的是 他们能确保自己有掌控整个市场的时候 他们在开发他们再去搞啊就推推进一个 他再去推进合法化或者是就开放这个市场吧 呃呃就是这是一个背后的一个阴谋论吧算是啊 然后呢也不是说有可能他们是真的很多人在反对大麻合法化 但是呢呃有一个阴谋论就是说就有一个叔叔跟我说的 就是说呃大麻的话呢就是操控的人 他们想什么时候合法说实话就是就能什么时候合法化的 因为钱到位的一切事情都好办的 因为大麻的话也没有像喝烟呃那个喝酒吸烟一样 那么危害大呃更多是什么就是说呃大麻的话就是 对啊就是其实对身体的危害不是那么强的 所以呢呃我们就要就是我们就要找什么公司 什么地头龙呢他地头蛇呢他已经在做准备 就是说他在提前做好准备 对然后呢为了大麻合法化以后他一下子可以就是呃就是清除掉很多的那个competition 然后就是啊对然后trulife的话就是其中一个他就是已经在florida已经呃呃呃那个深就是已经呃根已经很深了 所以所以我个人觉得呃就是你要玩一个就是你要 美国这个市场打开以后啊加拿大的人想要进去的话 加拿大公司想要进去的话呃完全是可能呃要除非有背景 不然的话有点难有点难杀出一片天地来啊 因为他其实渠道啊什么都是都是已经都是已经打通了 其实都已经准备好了 万全准备了 因为只有一个大麻市场跟一个只有一个啤酒市场一个呃酒水市场一样 所以这种市场要在那个在在那个呃呃开放之前啊 他是要大家要做好万全准备的不是说啊我想我是做大麻的 我就我是我希望他越早开放越好还是说他们得做好万全准备啊 所以这个就是啊对然后呃下位是什么意思我们就呃就不讨论了什么叫他就下位 然后呢然后这就是大麻的重磅消息啊 然后意见就是说他接下来会有回调就是还是还是可能会有回调 但是没不用不用太担心就是说给一个机会让你再去准备好去去一个准备一个就是以后一个超大市场的开放的 一个机会而已当然会有很多朋友就是很多啊投资者可能觉得哇就是他们就像就是相当于就是他们可能一开始就不相信大麻市场 但是大麻炒的很火热所以他才啊就是大家才那个呃就是大家才是去炒大麻就像EV你看EV现在一跌很多人又要跳船了 就说哇EV不香了EV我要怎么我要不要卖出我要割肉了对不对都是这样的就是说大麻的话呢真正就是你要研究的话 你会发现这这里面的潜力非常大然后呢呃对然后就大麻的话呢我个人觉得你不用现在开始的你不用现在就着急的重仓 然后更多是什么就是说你按照点位然后呢加仓然后呢分就选三四个大麻公司或者两三个大麻公司 然后呢加仓的时候呢可以哎第二个点位加在别的仓位因为他这个跌了以后另外的一个可能跌了更多或者是也是跌到另一个点位 所以呢呃对这个就是大麻的然后呃对我看到那个群里有人在聊JWN呃JWN的话呢我们就不用说了吗 还是就是搞笑的是今天早上我们还谈过就是有朋友问为什么我们不谈JWN呢我们谈来干嘛呢就是我们其实也没有变嘛就是我们的那个我们所有的计划啊 关于JWN计划变了吗没有变啊就是只是价格变动而已那关我们什么事情呢对不对 然后呃哇Football TV为什么突然涨了这个是Football是突然涨了百分之十大家有什么消息吗呃 然后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六百万的那个呃六百六百billion的救助法案现在我把时间看一下 应该是十二月呃十二分四十五呃呃这个YW呢就是you're welcome啊也是杨伟的意思啊但六百六百billion的话呢这个是一开始早上的时候啊这个大盘海就是高高冲呃高开高冲 然后呢横在那边的时候呢就是啊有各种各样的利好的消息哎谢谢Clear的答赏啊有各种各样的利好的消息 然后呢搞笑的就是啊就是CNBC的头啊就是头版就是这个啊就是他的头头业就是这个然后呢然后就没然后了嘛啊然后就那个啊啊然后就那个那个McConnell shoots down bipartisan900billion啊哎呀是六六六那个是九百买版的这个是九百900billion的那个啊 啊一个bartist啊coronavirus stimulus plan啊stermate drags on啊就是说啊然后这个他他其实又出了自己的一个啊出了自己的一个就我们先看好这个让我们再看一下fooblefooble然后呢啊就有有有如果有那个网网页的网址的话可以po一下啊 啊那个那个马康奥的话shoots down啊就是原本的话他是啊这个九百的话呢其实都现在都不不太啊就不太重要了他到底是干嘛的啊就是说有多少钱是在small business 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还有什么什么什么还有就是每个人可以拿到好像是啊三百块钱的什么的那个每每个星期三百块钱什么东西啊一个啊对就三对三 hundred dollars per week supplemental unemployment unemployment benefits through march就是说到三月份然后呢这个整个就是被shut down了啊然后呢shut down以后呢shut down以后呢shut down以后呢marconnell还出了一个自己的出了一个自己的呢就相当于就是什么就是unemployment可以就是extend到一个月啊 啊然后呢一个一个月以后呢啊一个月以后呢就没有以后了就没了啊然后呢也没有也不给你三百块钱然后这个就是他的消息然后the core the core terms here are a one month extension for expiring unemployment benefits and three hundred million three hundred thirty billion for pppgiven the scope of the crisis hard to interpret as anything other than economic sabotage 这个也不是说他也说有点过了但是呢确实是差不多的就是差不多就是呃东西少很多然后呢呃当记者问为什么他要shut down的时候就是不不同意这个的时候呢他就说我不想浪费时间 然后呢我们想要弄一个must pass a spending deal that will all likely come in one package啊这个的话也是整个就今天整个mood就会这个整个心情就是拉低了嘛 啊然后呢今天这个啊谢谢lory的打赏啊啊啊然后今天的话整个就是airline的话也是因为他原本也是有一部分要去这个救助那个法案的 然后嗯好这就是这个就是救助法案的那个消息也就是为什么今天这个大盘啊呃走了这么啊这么好的一个位置啊 啊然后football tv我们看一下 啊嗯 completoスコット 跟你 haberد殺了onder 有没有呃有没有那个 大家 咦 他倒没有网上的吗他啊谢谢jerry的打赏 很 我想看他的那个就比如说BottleSorts 他原本是那个有没有是不是大的大的一个公司 It's a Y-Combinator company that develops tools for users to Free to play gaming offering in connection 那这个时候倒是非常利好 就是这个的话好像就是两个高技术的 Google 那他确实是非得有道理 这个也是也是很好的 然后呢Football TV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走势图 谢谢Remote的打赏 Football TV 他的话呢又是开始新高 反正现在的话呢就是怎么说呢 怕错过的话只能进到吧 但是呢我个人觉得我还是会等到他回调 回调到差不多 但是也是到了一个今天其实是到了这个点位的 就是之前我们说的就是差不多26.76的时候可以买 然后呢下一个呢就是差不多25.22 然后呢或者是22.84 因为这个的话就是一个上升的一个通道嘛 一个上升的通道可以去搞这个 但是呢也要想想看啊 DKNG的话他也是有就是怎么说的都会被吹上去 但是呢如果就是啊这种hype的话 基本上很多时候还是会回到基本面的 所以呢你要是怕你要是错过的话呢也没有问题 Football的话呢你要是呃很很怕错过你可以就买对吧 这个也是之前的话呢我们也是说过了这个点位今天也是到了的 但是呢呃如果你不怕错过你觉得宁愿等到一个好价格你也不想像 DKNG一样呃追在了最上面的那种地方就是hype最多的时候 那你也可以再等一等 然后呢我们一起看一下他什么时候跌的差不多了 我们就可以那个就比如说在这种地方或者呢会到甚至到军舰下面的时候 或者就是大家都不就都已经香了都都觉得这个Football已经不香了 很多人的散户的那个呃那个啊关注点都不在Football上了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什么时候可以入入个场 因为这个的话都是一个long term play 而不是说你很着急需要一下子进去的啊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回顾回顾一下我们选股的逻辑吗 就是说呃加上一个事后的一个对比吗 呃就是我们呃今天早上的时候也是呃有人在说这个Pfizer和Moderna的事情 然后呢我们再再说一下就是说Pfizer之前的话呢 我们不是说为了呃就是怎么说Pfizer的话呢 就是有人很讨厌Pfizer吗 但是我们也看到可以看到他今天也是就是呃量就是比较量的吧 呃这个的话呢呃Pfizer的话呢他我们之前为什么要推Pfizer呢 你觉得他会去哪对不对呃呃然后呢 然后呢那个Pfizer的话呢就是不一样 他是原本就是一个巨头 然后他也是在趋势线下面 所以他的话是更加稳当的 他我们之前也说过他到三十四十块钱到那个四十二块钱什么 呃或者是四十四块钱都是完全没有呃 没有太大悬念的就是说你在这种地方吸筹嘛以后拉上去是完全没有呃悬念的 所以这个也是符合了一下我们符合了我们那个选股的一个呃一直的一个初衷嘛 那就是选睡的着觉的啊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推了Pfizer 然后呢当很多人都在呃都在怀疑Pfizer 因为他的新闻发酵那个CEO被那个怎么了的时候 CEO让那个呃已经高位套现的时候呢 我们也说这个消息其实就是骗散户的短期内两三天会跌的 因为这个消息这么好的消息 当然利用一下扎扎盘洗洗盘了呗 不可能一下子就拉上去了 但是呢大概率呢就会注一个底 然后马上再拉上去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是是这样一个情况 然后Pfizer的话呢今天也是表现非常硬的 Moderna的话呢是一个纯纯粹的一个就是怎么说呢 呃这是这就是他们对待股东的态度 就是说they don't really care啊 你买进去了买到他们的股呃公司 他们只是在意什么呢 就是说他们能弄得好价钱 然后呢我我I wouldn't be surprised 如果接下来一两天后 那个Finvis爆出来 就是Moderna他他的高 他的高管也是在这个地方套现了 160 170地方高管卖了很多 那那就我不会感觉到很意外 因为这这个的话就是 对啊这个就是呃呃 这个就是怎么说你 当然你也可以可能是已经用这个 Moderna已经翻倍了 但是你要是后来追高的话就是非常恐怖的啊 是160可以他你要是180进去或者170进去的话 一下子可以跌到140 然后这个呃这个Moderna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会没有信心跟你说哎去吸好了 这种公司我没有信心给你 我没有信心给你说要去吸的 那那样的话呢我就不会一开始就开始这个呃 我就不会说那个一开始有有一个可以可以去那个呃 啊就是说推让不去买因为我没有信心会说去吸 然后PFE的话呢这也有朋友说就PFE短线有问题就呃就抛了 对这个的话呢也是我们收到一个小道消息说短线就是PFE也不是说是短线 而是说他有一个问题可能会在那个可能会在那个20那个12月份10号之前或者之后他要么就是看他怎么玩这个波段 然后呢他是他是说有关于一个expiration date的一个啊利空可能会被发酵 因为他现在还没有被新闻爆出来 然后呢这个的话呢我当然是要负责任的跟大家说一下 然后如果你们没有玩到任何的PFE或者什么的波动的话也没事 因为这段时间就是你挑一个复苏股也是可以玩的 没有必要玩一个一定要玩一个疫苗股对不对 然后呢呃这就是PFE和对但是呢这个有问题的还是有问题的 这个还是有随时可以爆出来一个东西的啊 这个当然也要跟大家说清楚 但是呢我也跟大家强调了这是一个小道消息 然后呢大家自己做决策对吧 呃因为我们也是不知道就是怎么就是怎么说 就是呃但是PFE的话呢怎么说呢就是呃哎这个这个到最后我也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 就是图都坏在这儿然后呢吸的吸筹码吸在这儿 然后呢你们要怎么玩的话可以怎么玩 但是呢呃疫苗的话呢就是对随时都还是可以爆出来个坏消息的 但是呢好消息也是连连不断的催化剂我也是说一再一再强调了啊 然后那个12月份10号的时候会有一个stream啊有一个直播 然后那个之前的话他都是会他都是会那个发酵的 然后呢还有就是呃那个California的那个governor已经说了就有多少的多少的那个呃有多少人已经有已经有那个准备好 然后是12月中旬就直接可以那个直接可以打了啊 这也是星期五的时候的消息 谢谢Jennifer的打赏 呃然后呢再是还有一个选顾的逻辑呢是什么呢 就是说呃那个电车嘛 然后电车的话呢也是呃这个不是说要在这边马后炮啊 这边的话更多是一个回顾一个逻辑的话大家现在就懂得多就是大家都已经就就就是更好的了解 就是回顾一个逻辑以后呢你就会知道以后就是呃这个这个逻辑是就是可以用一下对吧 以后就不用犯同样的错误就比如说呃很多电车公司的话他追的很高的时候呢 我当然说呃我刚才我我之前就是一直说就是呃当一个行业你觉得是有点overvalue的时候呢 但你又不想错过一个涨幅的时候呢你就去玩龙头啊 啊玩龙头的话呢好处是什么他可能跌然后呢啊就是你有的话或者是特斯拉都是ok的 然后但是特斯拉你有今天是也是跌了很多的 然后呢呃但是呃但是从高位的跌到下面的话就是呃这个小鹏已经从74跌到52了 然后呢离奥斯的话是从47跌到34然后你有的话呢是从57跌到45 这个相对来说还是稍微少一点 然后呢你有的话呢今天我们也在群里说哎可以啊就是可以开始 建仓啊因为他这次已经是回调是蛮厉害的 然后一直一直呃就是一直一一一一开始就马上跌到了差不多这边的支撑位 然后呢他接下来再再跌的话呢就是差不多差不多40块钱左右的时候呢可以再加仓 然后就是36块钱左右的时候加仓就碰到这个均线的时候 因为这个均线是好久好久没有EMA60的60天的时候已经好久没有碰到了 啊谢谢Jennifer和谢谢Darian呃那个Darian的打赏 啊然后呢呃这就是呃电车吧就是说当你要是你要是就是怎么说然后你还要选股的话呢你必须得选一个就是有护盘的啊 呃虽然你有今天是有护盘但是呢我们早上的时候也说了就是说如果呃这个如果这个交付数据这么好他都拉不起来太多的话呢 那你就要小心因为有个有可能就有回调了这是早上说的话 然后呢特斯拉的话呢就是他我就是说如果一直一定要玩一个电车的话呢你最好还是玩特斯拉因为他有护盘 有护盘什么护盘就是说12月21号的护盘再加上1月1号的1月2号的护盘 这两个护盘呢会让他什么就是说你你接下来哪怕被套牢了你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他基本面是很很solid的然后他又有那个那个external的一些护盘的因素的话呢那就是基本上处于不败之地 然后呢这个特斯拉的话呢你580是可以入的 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每跌个40块钱你可以再加仓 就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因为他接下来就不会跌太多 因为都有很多东西要就护着他 然后有很多买家想要进来 因为就是不止我们看得到12月21号可以有护盘 1月1号有护盘很多别的投资者也能看得到 很多大的基金也能看得到 他们也想在他回调的时候呢分一杯羹 然后开始建仓或者是加仓 因为大家都知道特斯拉这个火箭就一直往前走的 对 然后呢这就是特斯拉 然后另外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那个选股的话呢就是还有一个就大马的嘛 大马的话为什么就是我们选那个TS的这个 呃我们选了那个TCNNF的那个逻辑 和今天早上大家问如果我要今天想补仓的话 我能不能补APHA 然后呢我说呃还是补那个还是补CGC比较好 为什么呢这个逻辑就在于呃 Truleaf还没有涨太多 他是他才是应该水涨船高的那个公司他但他没有涨太多 所以呢呃这个就是今天他也是没有跌他甚至是涨了的 有坏消息出来的时候 还有呢就是ACB的话呢就是垃圾涨的快跌的也快 你看他一下子把昨天的所有的涨幅都跌没了 然后呢他是跌了十六块十六块那个五的 然后还有就是呃CGC的话呢今天也是稍微跌的少了一点 因为他是之前时候没有像APHA涨得那么疯狂 所以他也是稍微跌少一点了 但是呢总这两个的话呢就是呃所以以后的话大家就是想要就是不懂 当然当你就是当然如果你有信仰去玩一个公司 你觉得一个大麻公司特别好的话你就这样玩也OK 但是你如果你不懂的话你在玩一个行业的话 你也要适当的想一下哪个是电梯哪个是楼梯 因为电梯你最好的情况当然是趁那个电梯上去 然后走楼梯下来对不对 那就是说高位的时候呢你最好选一个楼梯 然后呢这样的话你走下去的时候你也是慢慢的走下来啊 在你在低位的时候呢你最好选一个那个电梯 因为电梯的话呢就是玩波段的时候可能就是他爬的越快嘛 呃这就是就是最后的一些就是一个你要是玩整个行业的一个呃一个那个怎么说呢 一个逻辑呃然后呢这就是大麻大麻也说好了 然后呃对电车的话zoom的话也说也说过了 就是说zoom的话呢也是一个逻辑 就是说他的话呢是一个疫苗的一个东西 呃他是疫苗就是呃怎么说呢 呃zoom的话呢就是很难创新高 然后呢他的话呢就是一个趋势 如果如果趋势他是以后你可以看到他 以后疫情是越来越差的啊 就越来越就是向好的地方发展 然后呢呃就大家就是可能就钱就不会去投到zoom上了 因为你要想想看现在投资在zoom里的人是谁 然后他们到底谁已经走了 谁还在里面谁还要继续买进去对吧 他之前是在差不多march的时候是在128块钱 他之前的财报的利好是因为什么呢 他就是可能新增的人数更多的呃很多很多很亮眼 但是呢第二次呢第二次这个财报再出来一次的时候 你觉得新增人数还能亮瞎华尔街的眼吗 还是说能亮瞎大家的眼吗 呃就是可能growth的话肯定成长的话肯定不会比上个季度好看了 呃因为最多就是最容易 要被acquire被呃就就是最容易加加进客户的那些人呢 已经加进zoom了 但是呢接下来就是呃接下来的话就是相当于就还剩下那一波人 或者是可能上课新一波上课还是但是大的客户呢 就是一般来说想应该要需要zoom的话呢 都是已经在疫情的前期就已经加入了 然后呢第二次现在的话呢就是没有太多可能客户需求可能增长了 就不会那么快 因为之前的话就是就是这么说的啊 这是一个customer的一个呃那个pool吗 对吧就一个水池就是呃所有的customer都在这里面 然后呢一般来说是这样增长的对吧 或者是可以再陡峭一点也可以 但是呢如果你突然来一个wave 你把所有的呃就是很多潜在的原本是潜在的 你都拉进来就是全部涨上去了 那接下来就要下来一下 因为他可能客户就没有那么多人可以让你行行走 新加入客户 你一下子把这边的人全部呃就是呃该就你一下子的那个 呃多涨了这么多的客户那就是这些客户要透支的嘛 透支在哪那就是透支在这儿那接下来的成长就是要缓慢一阵子 而现在我们处于的一个呃一个呃区域啊可能还是这样一个区域啊 就是这样一个区域 就是这是这是这一个季度 这是差不多呃就是q2的时候 然后呢这是q3的时候 对吧 然后q3的话呢虽然还是蛮亮眼的财报其实还是蛮亮眼的 但是呢他明显已经成长的已经不如这个变了 那接下来你要想想看接下来呢 接下来这个呃他zoom他他他的那个新的客户还能就是接下来疫情越来越好 你觉得zoom的新客户会增长多少 然后会不会还甚至取那就是减少啊减少应该不会不是特别多 但是呢就应该是不会呃对啊就是大家自己算一下就好了 然后呢zoom的话这也就是为什么之前我就说zoom的话呢 其实跟peloton一样就是说呃这两个股票的话呢 我会睡不着因为他透支了以后的很多的成长啊 因为疫情疫情的话使他把以前以后就是可能近期内非常容易啊拉到的客户突然就全部拉到了 那他突然全部拉到的话他也已经把突然就是财报 这个股价也股价成长也是突然全部已经拉进去了 那接下来就可能要回调了 回调的话呢就可能要到这边或者是就是差不多82这种地方 那我们就这是我的一个预测吧 所以呃所以我在我就是这么想啊 就是呃就我们到到时候再看到底我的预测是对的还是不对的 这是呃这是现在就是我们的就是已经走出来一半了嘛 zoom已经差不多走出来了 然后呢走出来我们的想法了 现在就是要看呃接下来会不会剩下的走走的怎么样 啊呃 然后是现在是 然后 电车 zoom 疫苗都已经说完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新闻 嗯 咦等啊有人说amazon暴跌刚刚 应该没有吧 而且我发现很多时候大家呃心里面的暴跌只是跌个百分之零点五零点三就是暴跌了 对啊这个完全是啊它就是直接是一个这种东西是呃怎么说很大可能是个glitch啊或者是对啊 当然也有人说可能是那个有人点错了还是怎么但是我觉得很大时候是个glitch 然后呢呃 呃 对 现在 我们来看一下Football TV现在到哪了我们把其实Football的话呢也是呃 后来越查越感兴趣 然后 但是现在就飞了 这个也是我们想加进来看看 他现在是涨了百分之零点八啊百分之八 嗯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呃 我们 之前的消息都出完了呃 然后呢house leaders plan to consider a measure on Wednesday that will force Chinese firms such as Alibaba 就是呃就是中中概股中国的公司如果他们不能在那个annual audit gets reviewed by u.s. regulator 的话 他他他他就不能在美国上市 然后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个人觉得不会太难吧 因为呃就是怎么说就是呃这个也不是太大问题关键就是 所以呃如果你是真的要玩中概股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就是你要想就是 总我不喜欢一帆风水的时候玩一个股票 因为那个时候就说明就是就相当于就是你你感觉大部分都已经涨完了 关键就是一帆风水的时候就大部分都涨完了 就比如说这道边啊这道边的话呢就是呃特别多就很多人在说他破产 然后很多人说他股息不发了怎么怎么怎么 那我我当时就回就是说哎你要等股息发的时候才能再买入吗 对吧这个就是不要等一帆风水的时候在一帆顺一帆风顺的时候 再去买入一个公司那个时候一帆风顺的时候他的他的最大涨幅也就没有了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你最好是应该可以怎么样就是看看哪些中国的公司你是感兴趣的 然后哪些公司你觉得账面上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因为他可能已经在多个国家已经在operate了 然后他已经已经那个他的accounting standard是就是就是都已经是用的是就是国际认证的那种 然后呢这个的话你就可以去就是可以去看 然后呢这个我觉得会如果利用的好的话呢会是一个蛮好的一个 呃会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呃就是入仓中概股的一个机会啊 然后啊zoom shares continue falling after signs of slowing growth 这个已经发酵过了 然后sendets啊coronavirus 8 bill proposal calls for 17 17 billion for airlines 然后这个其实他是后来被rejected了 所以这个airline也是跌了的 然后今天啊今天后来发现消息是没有太多的就是最大的重重绑就是那些 还有那个还有那个Jerome Powell的那个呃说话啊 Jerome Powell和那个呃那个他在那个congress hearing嘛 然后呢其实也没有太多东西就是说还是老老样子呃就是Jerome Powell说要更多的fiscal policy要怎么怎么怎么 要对就是没有太多太多事情但是他说话的时候确实时间中开始的时候呃 股票稍微涨了一点但是又马上开始回调了但是整个时候真的大跌的时候呢是那个是那个bill被呃被rejected的时候 然后呢啊must to tesla employees are stock will immediately get crushed like a souffle under slash hammer 呃如果你不知道速费是什么东西的话呢就是就是这个啊这个东西啊 然后就狼童砸一下就很很脆弱啊然后就是说呃现在的话就是就是这个音乐的话呢 我我我有点啊怎么说就华尔街也没有怎么发酵啊股价也没有变动太多 然后呢呃对这个就是搞笑的算是 然后啊salesforce acquired slack for 27.7 billion in enterprise value 啊marketing a marking cloud software vendor's largest deal ever 这个话呢我们也看过了差不多是3%到3的涨幅吧 3%到5的涨幅对于那个slack的那个现在的那个呃现在的那个value来说 呃对所以他一开始已经涨的已经差不多了 啊今天消息也就就就差不多这就啊心理文明也就这些 呃现在是三十八分10秒 今天的话资金走势是 其实是透露了一个蛮不好的消息 就一开始的时候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买单 在那边hold住 买单hold住以后 资金其实最大的这一笔 我是有点搞不清楚的 因为他在最大的这一笔出来的时候 其实在这 其实在这边 然后股价没有进来太多 就是完全是什么 就是说可能有的人 就转完左侧交易的 就是说觉得他要继续往上走了 还是怎么样 然后一大单的资金就主动 就很多人就同时买入了 但是同时买入了以后 就是在这个时候买入了 然后买入了以后 就是股价全部被吃掉了 被动单全部吃掉了 然后资金流入了这么多 但他没有碰到之前的钱高 然后后来 就是相当于另外的人 就凑之后绝了 然后马上再拉上去 就是在后来买入了 但买入的时候 这个股价也是在这边整理一下 然后后来就是有一个 bill 就是说 900 billion 那个bill 对吧 我先把时间改一下 900 billion的一个救助法案 救助法案的话 就是 后来就是怎么说 拉起来以后 又马上被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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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cConnell 被reject掉了以后 就是资金就哗哗哗的流出了 然后总的来说 就是为什么说 他不是这么厉害 就完全就是感觉是被操控的 那就是他一下子拉上去 跳高 拉上 因为盘前拉高的话 是成本是非常低的 因为买家少 卖家也少 所以呢 你只要很低的成本 就可以把盘前这个价格拉 超多1% 然后今天早上的时候 我们也说了 是感觉是蛮有预谋的一个拉盘 然后呢拉进去以后呢 在这边的时候呢 就是大笔资金进来 然后后来就是很多人在这边 高 就相当于在高位出 高位出货 然后呢 在这边资金走了很多的时候呢 就是一下子就后来走掉 然后呢 这边的话呢 有两种interpretation吧 一种呢 就是说主动单逃得很快 但是呢 后来就完全被买起来了 就是说 他买的力量也是很大的 然后呢 大家就可能就觉得 哎 接下来就是 主动单卖出 但是他全部被吃掉了 然后甚至还推高了 然后呢 接下来可能要走个牛市 但是呢 我个人更觉得他是 这个是感觉是被做出来的 啊 更多是感觉是 这个是假象啊 为了什么呢 掩护很多啊 资金的流出 因为整个就是 就是不是特别的 啊 因为我我个人感觉 这边流出的资金啊 和这边进入的资金是不一样的 他可能跟这边进入的资金 这边进入的资金 可能都在这边已经流出来了 更多的是 这边是什么 就是说 有一拨人还在里面 张家还在里面 所以需要别人打一波掩护 然后呢 拉高 在这边高位横着的时候呢 他就顺便出来了 然后呢 然后后来的话 就是很多人看到那个消息 以后也砸出来了 就 今天追高的人 可能很多 就是很多散户 就是 今天追高的 就今天刚开仓位的话 心理上的话 就不会想要立刻卖出的 啊 所以这就是今天的一个资金的一个解读 然后呢 我我还是看回调的 然后 今天呢 然后今天 然后今天 Noble Mover的话呢 啊 其实特别特别多 啊 就是整个 整个巨头区域啊 全 这巨头全部是在那边 跑得 非常的欢的 啊 Apple的话 又是 那个 又是涨了差不多 3% 然后呢 已经涨到123了 然后 Apple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应该很多朋友还是有感兴趣 Apple的话呢 我们之前说的是压力位的话 差不多是在 啊 可能是124点 那个124.6 这边是有个大的压力位 因为之前的话是 飙到这边以后 马上掉下来了 然后呢 其实这边 这边也有一个压力位吧 啊 因为这边也是 碰到这边的时候 它是 它是有一个 有回落的 但是呢 呃 对 一般来说 还是可以看到124左右 然后呢 然后那个Facebook和Google的话呢 也是飙升了很多 Google呢 又是要快碰到1800了 呃 Amazon的话 其实稍微有点让人失望 今天的话 Amazon 当然Amazon的话呢 我个人觉得 如果你想要在巨头里 再买一个东西的话呢 呃 还是觉得Amazon更稳一点 说实话 呃 不管是你想要买Shopify 不管是你想要买阿里巴巴 还是说 呃 那个C SE 呃 更 我觉得Amazon都是一个更加好的选择 啊 谢谢那个Sharon 谢谢Obaby 和谢谢Belinda的打赏 呃 然后这个都是 这个Amazon的话算是巨头里面 我现在感觉最稳的 然后呢 呃 当然Apple的话呢 我们之前也说过 这个Holiday的话呢 有一个可能就是大家都要追捧的 呃 苹果的商品 对吧 苹果的商品的话呢 呃 这个就是如果发造任何新闻的话 苹果也是可以追高的 呃 也是可以升上去的 然后Facebook Google的话呢 它也是财报 哦 就是它的那个广告费限时其实是特别好的 然后啊 我个人会觉得这个它接下来一月份的时候 的几月份的财报来着 一月份二月份发那个第四季度财报的时候可以玩一波的 然后那一波玩的时候你可以先玩Pinterest和Snapchat 然后再玩一下呃 Facebook和Google 呃 如果你想你怕那个财报爆雷的话 你也可以就只玩Facebook Google 因为如果Snapchat和Pinterest那个财报很好的话 Google的话 Google和Facebook也会拉上去的 呃 这个就是会回顾一下Q3的时候 我们是怎么怎么就是帮大家挣到钱的吗 赌财报挣到钱的吗 就提前布局嘛 当然现在也不是说现在要布局 而是说等你什么时候看到这个 这个巨头它横盘的时候呢 是可以布局的 然后呢 现在的话 我个人觉得你一定要选一个 Amazon还是 还是可以那个 呃 Amazon还是最好的选择 然后 然后那个JWM 呃 Macy和SPG的话 今天也是爆爆拉啊 继续拉 然后呢 呃 对就是JWM的话 就其实都没有太多变化 对吧 就是就是这样啊 就是就是这样 没有必要一直说 然后呢 SPG的话呢 如果想进的话呢 还是可以进的 SPG的话呢 接下来的呃 催化剂的话 就是疫苗 疫苗消息嘛 疫苗消息 呃 对啊 谢谢Nancy的打赏 呃 呃 你想问一下Google的压力位在哪 Google的话 压力位其实是1800 1800的话 就是之前的一个高位 然后呢 这边呢 然后接下来的话 就是Blue Sky Breakout了 Blue Sky Breakout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以前的话呢 是差不多到 差不多每呃 40块钱 40块钱呃 呃 40 10 这边的话是70 呃 其实也就是差不多 每10块钱就是一个压力位嘛 就接下来可能就一出出过了1800 那可能接下来就是1800呃 401860 70这种 这种Blue Sky Breakout的话很难看那个很难看它的那个压力位啊通常都是心理的一些压力位 然后呢 呃 特斯拉今天也是呃 走的蛮蛮稳的啊 蛮抗压的 然后就呃 中国的那个中国的一些电电盖啊 电车概念都是 呃 电车概念股的话都是呃 这么沉压了 它还是可以保持在上面啊 这也就是龙头的一个呃 龙头的一个能力 抗压的能力 然后Moderna和PFE的话 就Moderna就是今天已经就是之前我写的时候 它还是在那个 它还是涨的 但是后来就已经呃 转呃 绿转红了 然后Pfizer的话其实今天还是涨的蛮好的 Trulieve的话呢就是 今天也是说过的All Sector Rally 今天也都是 然后今天Gold和Silver的话呢 呃 我刚刚看到也有朋友问要不要买Bear Gold 我个人觉得Bear Gold的话是OK的 就蛮好的一个公司 然后呢 它之前的话也是正好碰到一个趋势线 就这种线都不是说买后炮 而是说真的真的化过的 然后你也可以以后的话也不用就是呃 怎么说呢 不要等它涨起来以后你再问 更多是什么 你就提前看好什么时候是压力位 之前的话也是走到这个Pocket的时候呢 呃 走到这边的时候拉弯上去 那这次的话也可能走到这边就弯上去吧 然后弯上去的话你也可以看到 之前就弯上去以后就可以再走到持品了 而且更多的时候 就更多我是觉得 呃 美金的话接下来会就是会沉压的啊 可能不会像今天早上那个啊 耶鲁的Professor说的那么跌个32%啊什么的 呃 但是我个人觉得它还是就涨个百分之呃 就跌个百分之20%10到20的还是可以的 然后呢 然后还有就是救助法案要是真的出什么的话呢 它也是对黄金是有利的啊 然后呢 呃 对啊 这边我个人觉得你可以看你你现在买的话是OK的 然后呢 你既然现在买的话就不用在差不多22块钱的时候加仓了 更多的时候是看什么呢 就可以看看能不能在那个呃 能不能在20块钱左右再加仓 因为现在对或者你要是仓位小的话 你也可以再回到这个趋势线的时候 22块3的时候再加仓 但现在买的话OK 我个人觉得长期还是非常看好黄金的 嗯 然后呃 然后那个呃 Noble Loser的话今天SPE的话呢 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了 SPE的话它是回调了 我们现在倒是可以看有没有机会 呃 然后SPE的话呢 就是我后来也去了解一下 是是我蛮理想中的一个呃 电充电桩的一个公司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造充电桩的 它不是说它要靠充电桩加加电站来那个啊 来来挣钱的 而是说它就是卖那个license 卖那个software和hardware的license和那个 management fee的 所以这个的话是非常有那个呃 有前途的 因为以后的话就是相当于你随随便看所有的condo里面 就是大部分都是需要装电桩的 接下来等电车越来越普及以后 所以呃 现在的话就是问题就是说什么 就是说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公司以后是有很有前途 那我们就要想哪里地方可以更好的拉低成本价 对吧 所以呢 现在的话你怕错过的话是可以入的啊 因为它跌到一个支撑位了 然后再来一个的话 或者是27块1 然后呢这两个地方你可以选一个接再下来的话就是碰到这个均线的时候差不多是呃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也是差不多这个呃筹码的密集区啊 那就是23块01 然后他下来的时候这个均线也会上去 所以在这边差不多就就这样23块01 然后呢也是这边是一个我觉得很稳的一个加仓点 然后呢再是19块89 如果跌破了30块钱 跌破了20块钱 我觉得也是会有一波的 所以呃这个的话呢 我是这么看的 因为我觉得他他那个就是怎么说他是有热度的 就是说有很多散户在里面 呃所以呃怎么说呢 有很多散户在里面的话就是就是有点不稳定 因为就有就是相当于是相当于这个狩猎场这个猎物很多会被华尔街target 然后呢所以这个点就相当于就是这四个点位 然后或者你要想的话你也可以加24.828 但是这四个点位你可以选两个或者三个加仓就好了 然后对我个人觉得就是如果能到2424块以下的能到那个能到一下那个23块13啊什么的话 那就是非常香的位置了 这个这个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符合我对一个充电桩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呃这个预测的啊 对然后这个的话也是相当于就是你不用在意就是充电桩到底就是以后电车谁称霸对吧 这个而且在汽车界称霸是非常难的啊 因为大家都有不同的taste和preference 但是呢只要是电车这个趋势还在前进 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很多residential area的对那个电桩的需求就会特别特别大 然后各种各样的帽像比如说SPG都可能就是开装更多的switchback 就是charge point的那个charge point的那些啊充电桩啊 所以这个的话我觉得是未来是蛮蛮蛮蛮亮的 然后所以SPE的话他虽然是notable loser但是我们以后以后要找到一个习惯就是说我们要找的就是那些呃今天可能被别人抛弃被别人唾弃的那些公司 然后我们要找一些哪些是真的可以电呃电到一个就跌到一个合理的位置的 然后我们就就去我们就研究然后呢开始看设点去买 然后Nikola的话就不用设点去买你就笑笑就好了 今天又是跌的嘛今天好像是trever milton那个大骗子 它是它是今天是可以开始卖了卖股票了 然后呢呃 然后marijuana的话呢就是呃Hexo的话是从那个百分之三十二十八涨到涨二十八跌到百分之就是跌了差不多百分之三十左右 就是特别特别凶的 然后zoom的话也是不是特别好 然后今天的话呢就是今天整个整个都是差不多几乎都是绿的吧 几乎都是绿的 但是呢what's notable呢也是呃 然后今天的话bonds的话也是跌了很多的啊tlt的话是跌了更多啊 呃bonds的话呢他是他是呃就是在这边他是今天是跌了呃就是暴跌吧相当于如果我们看他的呃bonds的yield的话今天是涨了其实是蛮多的啊这个说这个涨的是蛮多的 然后呢但是这也就呃没有感情的一个分析呢就是说他很多人的避险已经从避险产品里面出来了啊 但是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什么就是不不代表说他们从避险产品里出来了 他就是说明这个股票涨了 更多是什么呢就是说呃更多是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大的客户啊大的客户就是在可能就用很多钱在那个因为一般人没有去有人去买国债的只有你钱的真的钱真的很多的时候你会去买国债 然后一般人的话就是就就比如说啊国债跌的时候他们不是说一下子就可以马上就要买入股票了更多是什么就是他们我感觉啊他们可能会觉得要有个回调的要有个大跌了所以他们要卖出股卖出bonds 然后呢准备好现金然后那个做做那个股票呃然后投资找好找好机会做呃那个投资呃然后也有可能去去买黄金吧因为马这也是另外一种避险产品他们也可以换来换去因为他们觉得黄金跌的比那个呃 bonds更加低一点呃更加多然后所以他们要换一下仓位啊什么的这也是可能的 然后呢这个说法呢也不是说我自己从屁股里面拉出来的更多呢是什么就是你自己可以看到8月份8月10号的时候他也是呃当时也是恐慌指数在拉升 然后呢bn就是呃那个债券呢也是在减少啊就是在这个yield在增高就是对债券的这种必须呃那个避险产品的需求呢也在减少 然后呢减到差不多呃那个最低点的时候其实是在8月28号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也知道那个是短期的一个market top 左右就是呃9月1号啊是market top不然就是靠近market top然后就然后就没然后了呀就跌了嘛对吧就就往上跌了 9月对9月2号9月2号然后就开始跌了跌了以后呢就是呃这个bonds的话呢也是呃怎么说呢他也是在这边徘徊吧他他也是跟着那个股票一起跌的跟股票一起跌了以后呢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呃股票跌了他他这个钱出来的话也可能去就补补股票了嘛但是这整个呢是一个非常大呃大的一个down trend 然后现在现在就是break the downtrend然后走到那个走到了那个呃200天的那个EMA上面了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个人觉得今天这个跌呢更多是什么呃今天这个跌呢可能算是一个回调吧接下来可能还要继续往上走或者是什么就是他如果就是来一个小的bounce然后继续往下跌的话呢也不能排除说接下来就股市要继续走牛了更多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可能要看一个回调所以他们要把钱准备好吧呃呃呃这个就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呃呃就是就是很多人可能觉得哎 这个股那个bnd跌了就是说明避险产品很多大量资金要流入股市了然后股市又要涨了因为有更多的买家了但是我个人觉得应该不会这么好预测呃更多是什么就是说他们准备好钱准备跌了啊就这样然后呢呃呃今天还要看的就是pcc的话今天是跌了很多很多啊跌了18.58了 就是最低点的话是到了0.46然后呢就是说明呃市场上很就是相当于是上次这么这么少的人做空的时候而做买poss的人呢呃pcall ratio这么低的时候呢是1210月13号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差不多是呃那个8月份的段时间了然后这个的话呢也算是说明说这个大家的情绪啊已经是非常非常利好那个就觉得股牛市要来了 当然也有什么可能呢就是说没有钱做买pots了被做空啊什么可能被margin call啊什么了所以就没有子弹再去买那就是做空市场了啊看空市场了所以这个也是个问题啊这个也是一个就是情绪的一个变化就是说现在最近啊就一直是可以看到这个情绪呢是一直是在往下走的啊就是一直在往上走的啊就是一直在往上走的就是很多人很乐观了然后呢还有一个要看的就是说mntmth就是说还是有很多人很多公司 公司在那个这个是percentage stocks above 200 day moving average 他还是在高位然后还是在高位的话就说明就是还是很牛但是呢势急必反啊对吧就是也是这个道理啊 然后这就是所有的资金走势和nello mover然后再加上啊对那个bonds的分析 我们来说明一下 说明事没有什么 我们不可以做的 我们可以做个问题 我们锁箱做的 我们可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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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